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展示是我的个人的产品设计 这款产品的话可以让学生呢一边以玩游戏的心态一边学习 主要功能呢我设计了四款 第一块是测试PK 我一个学生呢在做完一次测试小小的测试之后呢 系统马上给你一个反馈 你本次测试超过了你历史上多少的百分之多少的成绩 让我对我的每一点点的进步都会有一个成就感 第二点呢我设计了一个个人积分的一个制度 这个积分会参与一个全校或者全国的排名 第三个呢是一个荣誉墙 这个荣誉墙上面呢有许许多多的成就组成 学生呢为了去点亮自己的荣誉墙呢 就会去自己主动的去完成一个一个小的目标 最后一个是线上竞赛的功能 这个比赛的目的是为了去鼓舞激励学生 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希望拿到名词拿到奖励 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 他拿到这个荣誉证书之后呢 他都会想着去分享 也就是说帮我免费去推广 我的产品展示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吴阳 结合你刚刚做的这个产品展示 我想问一下 你今天来找的是产品经理的岗位 对 但是你刚才的这个产品设计是教育类的 你有异项企业吗 有的 哪一家 松鼠A 那你的期望薪酬是 15K 南京和合肥最好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产品设计问几个问题 产品的这个结构 我其实有一些觉得 某些地方做的过全 某些地方没有兼顾到 实际上游戏化的产品设计 更多的是在游戏化的那个点上 而不是就是尤其教育类产品就更明显 那就在里面 他是一个深度的参与者 而不是在为了PK 为了竞争 为了积分 完成任务 不然就变成这个枯燥的打法了 他有思考过 非常好 那为什么刚才宇星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我们会说教育产品游戏化 游戏化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产品和游戏产品 它们两个产品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游戏是顺人性 学习是反人性 那你说我们要把这个顺人性的东西 弄到反人性的产品上面 能不能做到 坦率地讲 不能 做不到 你做得再好玩 它也是学习 它做不到像产品 就是游戏产品一样 那么会让人上瘾 因为它内核没变 对 所以其实我想 就是想问你的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你现在又是基于你的爱好去做产品了 我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教育基因的人 我的父亲是三十年的老教师 然后我自己本人的话 对教育这个行业也是比较有兴趣的 我开办过培训班 做过教育的讲师 所以我觉得教育这个行业跟我还是有些关系的 那实际无恙你有没有做过 切实地在教育领域当中 切实去做过或者开发过 就是把它干成 目前没有 各位企业家说我缺乏创意 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委屈的 因为曾经的话 我在公司里面去工作的时候 还拿过创新项目奖 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 用自己业余的时间 给公司做了一套系统 这套系统的话可以就是帮助公司呢 在特事过程中 极大的提高效率 然后呢 因为这个产品的话 就是获得了公司里面的一个创新项目奖 奖金一万元 其实你看我们刘登的 在座的企业里面 多多少少都需要产品经理的 都需要的 其实真的是 但是我想说的是产品经理 互联网是一个技术 但它要与产业结合 首先松鼠AI是教育产业 我们这边有餐饮产业 我们有大健康的产业 是基于你对产业的了解 然后我们出产品 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 不要紧盯住松鼠AI一家 因为你并没有那么懂教育产业 然后其他的机会不要放弃 好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考察一下 吴阳的职场情商 你的直属领导 每天白天不干活 一到下班点就开始干活 还要拉着你一起加班 你该怎么办 如果是放在我的身上的话 我觉得前提条件 可能就不会陈列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喜欢折腾的人 我肯定会去选一个 跟我气味比较相投的 一个直属领导 所以我的领导 肯定不会是那种 投懒型的领导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领导每天在干什么工作 没必要向你汇报 你也不用知道 领导每天是不是在偷懒 还是他真的是 在做一点其他的事情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如果是我的领导 让我去下班 这是我加班 这是我自己选的领导 我一定会跟着他后面去干的 这是我的回答 谢谢大家 就是他会从这个问题的源头去思考 这个问题他应该怎么去解决 而不是说已经发生这个问题 我该去用职场的一些什么小心思 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 来去解决 所以其实我觉得 吴阳这一块还是给我的感觉是 就是蛮真诚的 我其实